他和時下的那些動物圖鑑 植物圖鑑不同的地方 他就不會有很多很專業的術語 他用一些普通人都看得明白的描述方法 所以看他的書不會覺得很悶 我是彭玉文 是鄉樂師作的《野外香港歲時記》 的譯著者 其實十年前我看了這本書之後 就覺得一定要譯的 因為它是我看過 有關香港港大自然的書裡面 最好看的一本書 鄉樂師的一個特色就是英式幽默 英式幽默就是自嘲 鄉樂師會畫到自己很噁心 他本來是很英俊 畫它在海帽 被刮到的時候 他畫到自己成個大腦粗的樣子 但是因為一向只有英文版 我就想多一些朋友 和多一些香港人去認識 所以就把它譯出來 鄉樂師曾經提過這本書 他最遺憾的就是配不到很多圖片 當時可能去出版 去印製的彩圖是很貴的 他經常都覺得很遺憾 對不起讀者 這件事我覺得 好了,現在讓我來幫你吧 現在很便宜 現在很便宜 很難的地方就是找到 他所說的那些動靜物 幸好我平時都有去拍下動靜物 大部份我都找到的 但是有些篇章裡面 他講到某種花的顏色形狀 我特意要再找那些花 要將鄉樂師寫過的顏色形狀 去拍出來 讓讀者看到 這個就要更加細緻 有幾種物種到現在都撞不到 那個季節過了 要再等多年 再等它出來才能拍到 所以草相都存了很久 它第一部份就是 香港1至12月的動植物 它們會出現的情況 譬如什麼時候開花 什麼時候會落葉 隨時機就是這部份 另外有些不巧每個月 都會有故事 他就開了一個專題 他開了三個專題 有一個動物 一個植物 一個就是行山演竹 因為他是大學教授 所以他都比較有系統的寫 例如動物裡面 他就分了暴雨類 鳥類 排行動物 一些海洋生物 還有昆蟲 還有他就很喜歡 怎樣用這種植物 這種植物有什麼 有趣的故事 他都會寫出來 最後那一部分就是 說行山路線 他寫 跟他太太和朋友 一起去很多地方旅行 這些地方現在都可以去的 接著他條線走 就更加有風味了 因為香樂師曾經走過的路線 你再走一次 在途中遇到的故事 你又可以想回 拿著這本書去遠足 真的會令到你有不同的感覺